张作霖输了一百两银子 顿时这汗就冒出来了 脑门子都绿了 为什么那是钱了 仲外一百两 在那个年头给人家扛活三百六十五天 也挣不了五两银子 赶大车一年四季 骑早贪黑也挣不了八两银子 这一百两树木惊人呢 张作霖心说 这好几年的心血 苦熬岁月 骑早贪黑 兢兢业业 完了 全完了 一眨眼的功夫全给了人家 但是张作霖可不白给 他觉着今天呢 恐怕这帮小子是插圈糊弄我 一个个鬼头哈梦眼的 不然的话我这几把牌 怎么起个这么背 他撑站起来 这举东你看 吓了一跳 举东就是马大牙呀 把脑瓜一捕了 老弟 你要干什么 大家都不行动啊 我取钱去 行啊 哈哈哈哈 我们等着你 张作霖一转身离开捕鱼 大不留心到了高侃街上 马大牙这帮人以为他真取钱去了 这几个小子凑的一块鸡鸡鸡咕咕咕咕 这个高兴劲儿 心里说张老尬的呀 今儿给你有多少钱 我们也得给你掏镜 单说张作霖 上哪儿取钱去 没那么回事 他到了街上一拐弯进了胡同口 有个刀剪着铺 到里边买了把琴刀 这把刀新开的人 分快非快 连买刀的钱都没有 张作霖把外衣脱了 啪 往桌上一放 张回来 这医生先压在这 一会儿我拿钱来书 拎着这把刀一阵风 又回到毒局 啪 把刀往桌子上一关 这些毒鬼一看 吓得可不轻 马大牙往后一闪身 我张作霖 你要干什么 看什么 你们不要怕 爷爷把钱取来了 打啥 开开 那 你那钱呢 有 你放心吧 马大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把啥打了 等分完牌之后 就见张作霖 把裤腿往上一碗 把左腿腿肚子 那肉掐住了 用这把刀 尘 就片起一条的 这一条 足够能有四两挂里边 当然咱说清楚 那年头十六两一斤 那这一块也不小 罢 往堵桌上一放 压着 你说谁见过这个 听书讲古 常有这种事 真事 没见过 马大牙顿时 这脑袋 嗡一声 你想玩命 这我们不要 是什么 不要 咱们红嘴白牙 说的可好 你不说奉陪到底 压什么 给什么 爷爷今天家的肉 你就得还我的肉 开牌 周围的人 你看呢 这不是赌钱 这是玩命 赶紧有几个过来的 给打圆场 老大大老大 别别别 这很 抽你的血流 快快快 快包上吧 他们恐怕 闹出人命来 马大牙一想 今儿是赌局 我出不去了 我要一转身 这张作霖 都得把我捅了 干脆 惹不起 咱躲得起 怎么办呢 把迎张作霖 这一百两银子 如数退回 张作霖还不干 我这块肉 我白拿了 光给本性不行 啊哈哈哈哈 我们兜里的 也算你的 又赔了张作霖 五十两 这才算拉倒 张作霖总算 出了这口气子 把钱往兜一吹 一瘸一扁 钱去智商 这件事 马上就传开了 各位兄弟啊 我是兽医装子上 那个张老嘎的 你别看年岁不大 这家真横啊 今儿在余六爷的赌场 把肉拉下来 哎呀 好选出人命 是了 往后见着他 咱可小心点啊 这牙会拉破头 我吃了我吃了 干嘛的牙不干净 心说张老嘎的 今儿你在赌场 把我难看的 可够呛啊 撅了个对头吧 你这纯属是讹人的 我是非报复不可 张作霖也得罪仇人了 等张作霖回到老长头家里头 老长头一看 作霖气色不正 一瘸一脸 咱往腿里看 啊 呦 你你这怎么了 干爹 没事 我我受了点伤 刚请先生看过 上了要了 过几天就好了 我说老嘎嘎 你可不能惹祸呀 有什么事不能背着干爹 究竟发生什么事 张作霖没背着老头 把事情的经过 讲说一遍 老长头听完了 不住的摇头叹气 孩子 你太虎了 年纪轻轻 怎么能干这种傻事 那赌局不是好地方 那是现人坑 多么大的英雄 要炫在那里边 就拔不出腿来 你那俩哥哥还不是这样 人要走了这个外道 一辈子都挣到不过来 再者一说 马大牙一会儿 那是耍心情的 孩子 你能鬼过他们吗 他们一年到头 赏到赌局 疏打赢要 今儿个虽然你顺过这口气来了 他们赔了你的银子 能完得了吗 长赶级没有遇不上清洁的时候 都是高侃街面上的人 万一他们找个别的借口 报复 孩子你就得吃亏 张作霖一听了 也真是这么个理 还真有点后悔了 干老 听人劝吃饱饭 您老说的都是金石良言 我记住就是了 往后 立志不上赌局 好孩子 好孩子 能明白过来 这就是金不欢 我去请大夫 马上还给你治 咱这么说吧 张作霖也没回家 也没把钱烧回去 光治这条腿 就治了三个多月 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 才福旧如初 不过原来那地方 落了个大把子 张作霖一想啊 还得从头开始 我呀还得走正路 仍然在受医庄子 开门射点 敲诸扇马 他内心里 约束自己 再也不上赌鱼 可是有那么句话 不怕没好事 就怕没好人 还最怕狗死鬼 这天张作霖刚要吃晚饭 马得牙 从外边进来了 哎 老嘎嘎 嘿嘿嘿嘿 怎么样 多日不见 挺好吗 挺好 请坐请坐 马得牙 拉把凳子坐下 就是说你买卖不错 煮到平多 哎 多福多福 混伤活呗 哎 老嘎嘎 怎么不去了 到处有闲控玩玩 反钱有什么用啊 哎 人这一生吃喝玩乐 你年轻 正走红运的时候 到那块啪啪啪 滔滔滔滔滔滔 就背不住变成财主 走 今儿哥哥邀了几个人 咱们去会一会 怎么样 张作霖总知的这小子 没好心眼 就想不去 嗯 我说 我倒没什么说的 我干爹反对我去那个地方 改日吧 今儿个我没这个兴趣 还别家 朋友们都等你们 你哪能不去呢 再说 老人都固执 想那事跟咱都不一样 他又不是你亲爹 你在后那干什么 走走走走 如果你怕输的话 哥哥我这有钱呢 说话 你要真害怕 那妥了 只要告了饶儿了 我回去送个信 我们另约旁人 这张作霖心如烈火 就怕别人拿话 杠他 马大雅说了这句话 张作霖这火就上来了 好好好 冲你这么一说 我现在就跟你起身 这张作霖呢 把几个月以前 立下的誓愿 扔到九霄云外 原来本来 本来就一百多两银子 这几个月呢 又攒了俩钱 揣了不到一百八十两银子 跟马大雅赶奔赌局 一进赌局 有一伙人正挡着呢 哎呀 老兄弟 老兄弟 哎呀 习子你不能来了 真来了 马达亚说够朋友能不来吗 坐坐坐 把天门这位置让给张作霖 等张作霖跟大家打过招呼之后 抬头 往庄寨这一看 这儿子怎么眼熟啊 好像在那见过 对面坐着个大块头 身高没有两米也差不多 多少啊 绑炸腰粗 两只手跟菩萨似的 大连蹦胡子 一只眼大一只眼小 哦 后来张作霖想起来了 这不是黄街殿村 孙街大院那个炮头吗 这小姓正叫正大虎 外号人称叫佛明珠 对是他 我在孙街大院干拔活的时候 见过他呀 真是吗 真是 那位说为什么叫佛丁珠呢 他要把帽子摘了 在头顶上有个肉瘤 这肉瘤啊 比核桃小不多少 这是胎里带来的 有时候一生气一着急 或者一补着脑袋 这肉球 直插眼 大伙儿为了抬去他 给他起个外号叫佛丁珠 等张作霖坐下之后 正大虎把秀面玩玩 我说张作霖 还认得我吗 认得 您是正大爷 对 好严厉 几年不见 你出息了 个头也窜起来了 小模样也变尊了 听说你经常到这地方来 哎呀 你这一来 就开花呀 上次听说你是满菜而归 今儿个我来没说的 想跟你玩几把 你愿意吗 自然愿意奉陪 好 痛快痛快 把牌拿来 桌子铺好 把天酒牌拿来 啥孩子 也准备了 可然后就问张作霖 带钱来了吗 张作霖能让这过吗 把包拿出来 往桌上一放 带的不多 就这些 哇 白滑滑的银子 没二百两 差不多吧 嗯 一百八左右 好嘞 今儿玩个痛快 那叫钱了 所以呢 别的赌徒 放下手里的牌 不玩了 全围拢过来 看热了 值得今天有好戏看 这张大伙 把骰子拿过来之后 花一打 正好打了个七 七是天门 啪 把牌送过去 出门 没门 啪啪啪 把牌全派好了 叫大伙压奸 这张作霖也真敢干 这一把 把这钱全压上 心说输赢 就这一下子 一锤子买卖 输了 往后不登这门 谁骂我祖宗 我不来了 赢了 我就发个小财 这一扬这些钱 看热闹的 有点发傻的呀 哎呦 我的妈这家 胆子真大 这叫孤注一致 看着吧 张作霖把牌 抄起来了 啪啪啪 一看 旋着的心 这才放下一半 怎么回事呢 头一张牌 三桌 二张牌 二板 第三张牌 是个五 张作霖一看 三四五 这点还不错 关键看 第四张牌 如果我这第四张牌 只要不是七 就行 怎么配 怎么有理 我这钱呢 就算赢了 扎子林想到这 撸的这张牌 年七 可别来七 别来这 撸的底一看 张作霖对时脸变神 怕什么来什么 正好是个七 你说多倒霉吧 怎么配 怎么是臂时俩 可是人家庄界就不同了 啪啪啪一翻 六点头对金瓶 赢得家了 我老嘎子 认输不 张作霖一笑 当然了 归你了 把钱往前一推 一百八十两 没了 张作霖你想不玩了 就这一把 借那不干 想着这 拉椅子往旁边一闪身 就要走 这张大虎过来 一把把他拽着 哎呀 我老爸爸 怎么了 刚玩一把 怎么就走了 没钱了 得吧 兽医还能没钱吗 就说你来 那个冲劲 腰里的少带不了 来来来 老爸 不玩 真没钱了 输赢就这一把 赶人再会吧 张作霖很没想别的 刚要走 张作霖站起来 在他后边 还站起几个小子 把门给堵了 我姓张的 听说你是耿杆 你不在乎这俩钱 即使你真没钱了 你身上不还有零碎呢吗 听说几个月前 你曾经把腿肚子 拉过去 一条肉来 今儿个王峰赔到底 拿刀去 你说拿哪儿的 压人头 我也赔着 如果你自己打出 不愿意动手 我得帮个胖 我又这帮小子 短棒 俯子 匕首 刹县子的菜刀 全抄起来 要把张作霖给废在这 哦 张作霖这菜名字 上当了 今儿不为赌钱 这是马的牙 把我骗进圈套 他出不来这口气 会的人 今儿个要废话 你说看这插件 怎么办 有心打 人家人多势众 双全难敌四手 不打 这口气 咽不下去 张作霖那只叫横 心说好汉不吃眼千亏 如果那么动手 还不如我卖一手 就见张作霖 往后倒退两步 好好好 我说佛顶珠 今天我卖给你这条右腿 你敢要不 要 好嘞 我的确打出 烦了你们 绑个麻烦 这条腿 给你们 张作霖说的 这羊面朝廷 哭哭 往地上去躺 把大褂撩起来 把脸一蒙 把腿伸出来 那意思 你爱砍就砍 爱砸你就砸 哈 大伙心说 这小子真横啊 一句软话都不说 真想在高砍立棍 佛顶珠 正大虎 也是骑虎难下 你伸手 把一把大刀 抄起来 张作霖 这可你说的 各位 你们都听见了吧 这可是他主动愿意啊 这可别怪我 手读心痕 大家上眼 要不咱们叫 张大虎 这小子也是亡命图 手上有人命 还不在乎这 把刀一举 真相砍 就在这时 人影一闪 从外边进了个人 做啥 你们干什么 张大虎回头一看谁啊 人家宝局的东家 鱼六爷 那鱼六爷 是高砍 认得会会 大耍人的 跺一脚 地坯都颤几颤的 在营口各地 都有买卖 这鱼六爷 老也不来 那今天不知道 怎么这么巧 遇上这事 等鱼六爷进来之后 后边还跟进俩跟班的 佛顶珠 正大虎 赶紧把刀放下来 马达牙经走几步 一抱拳 有 六爷 六爷 您今儿大驾光临 怎么这么得闲 我说怎么回事这是 刚才我走到街上 就听着里边连喊再叫的 幸亏我进来看看 不然的话 非发生大事不可 他过来把张作霖给缠起来 张作霖也认识的 都是本机面上的 六爷 你呀 张老嘎的 你 你这怎么了 张作霖说 您甭问我 问他们吧 鱼六把马达牙 叫过来 一问 当时那么多人的面 马达牙也不好说 瞎话呀 就把经过 讲说了一遍 张作霖补充了几句 六爷 我到这玩 输多少 我不在乎 怎么我输光了 还不许我走呢 非要把我废在这 这不是站着人多失重 欺负人吗 六爷 您给评评这个理 哦 明白了 他回头看了看 郑的 十分不满意 我证言 你在外边也混了几十年了 不看僧面看佛面 这买买是我的 真要在这出了人命 你不给我找他犯 再这一说 他还是个孩子 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的 今儿个我赶上了 我咋子把这事给了了 你觉得怎么样 能赏我这个脸吗 我问 六爷 您说的哪里话来 刚才也是话赶货 一时我耍我 既然六爷愿意了结此事 冲着您老的份上 完了 我二话不说 糟了 领着几个歪毛头劲 一阵方走了 当然这钱他没给退 您说他赢的吗 于六看了看张国磷 小老弟 你毛还愣呢 你怎么找这枯齿 幸亏让我遇上 不然的话 你可就废了 你这一辈子怎么办 你认为他不敢下手吗 这要你的命他都敢 老弟啊 今后有什么困难至关找我 听不听见 别见外 咱们又是对门示户的 往后常到我家做客 我多谢六爷 张作霖作了个一 这才离开赌鱼 等回到老长头家里 一头扎的看上 把脑袋一蒙 又后开毁了 但张作霖心里遮柄子 心说这是马大牙 勾来的正大虎 今儿不要说他耍心弦 我可没有证据 不过就摆的这个阵势 实在叫人咽不下这口气去 往后我带高侃 怎么见人呢 这不落下了画顶吗 哎呀 千不该万不该 我自己怎么就管不住自己呢 一想到书的那银子 也有点帮心 哎呀 他正胡思乱想的时候 门外来了几匹马 我张收义在吗 收义在吗 说着话这几个人甩一蹬下马 蹬蹬蹬蹬蹬 进了窝 找到林看紧翻身坐起来 抬头一看 呦 来的飞食旁人 正是刘西俱飞 杜立三手下的大炮手 唐二胡 多日不见 一看这憋来了 就见唐二胡挤走两步 把张作霖拉住 老弟 你可想死我了 哈哈哈哈 我们特别看你 你来看 还给你带来一份 重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